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是世界范围内在运营铁路上首次实现不断线不停运 达到急换急通车填补了世界铁路行业整孔换粮施工 天窗期完成线上作业的技术空白 为我国既有铁路的快速维养与快速迭代提供了安全可靠的装备与成套技术保障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据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2022年底 全国铁路营业里程已达到15.5万公里 然而我国既有运营铁路线最早要追溯到清朝末年 很多地区的朴素铁路均已历经了半个世纪以上的运营周期 其中超过40%的铁路桥梁使用年限已达到30年以上 换梁需求十分迫切 国际上现有的铁路换梁技术主要为台架横移换梁 龙门吊换梁等方式都受限于特定的适用场景 现有换梁技术均需要长时间断线改线进行施工 对铁路行车组织和运营安全造成影响 且不能满足高墩 复杂地形地貌 无施工台架及作业场地等特殊情况下的换梁任务 为突破现有换梁施工技术的限制 由中国铁建所属铁武院与国家能源集团 硕黄铁路公司联合研制的世界首台换运架一体机 太航号应运而生 在换梁现场 只见太航号搭载着带有盗闸及鬼牌的整孔新梁 在天窗点开启后 由临近战区编组连运至代换桥位 完成体系转换后 将既有梁整孔提起装车 架设新梁并经调到位 线路恢复后 换运架一体机运输旧梁离场 换梁后的线路经大机倒固 迅速恢复运营通车 太航号具有满足 既有铁路运营条件 复杂工况下的一体化施工能力 可高效完成运营条件下 四小时天窗期内换梁施工作业 采用两车加一机的编组运行方式 同时首创收折式设计理念 具备整机换运的姿态 快速转换功能 折叠状态满足铁路运输要求 无需施工征递 施工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 无需对接触网等附属设施进行迁改 适用于各种复杂工况下的换梁作业 装备可使换梁工序及施工人员大幅减少 整体换梁效率较传统功法提升三倍 真正实现即换即通车 铁路在中国已经有140多年的历史 前面小编提到过 早期建设的一批铁路 已经有部分结构达到使用寿命 需要维护或者更换 那么除了太行号 中国还有哪些比较突出的换梁施工技术呢 依托专业优势 中铁十四局打造了一支换梁突击队 近年来他们先后多次换墙显梁任务 让超级服役的老旧桥梁脱胎换梁 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 换梁技术在营业线换梁 既有线改造工程病害治理等方面的技术创新和施工能力 走在了行业前列 2022年12月5日 随着最后一孔全新钢梁的精准移入 有着121年历史的交际铁路山东青岛海岸路段 钢梁桥在中铁十四局建设者的努力下 脱胎换梁顺利换梁 完成了国内首次复杂场地条件下换梁施工任务 该桥始建于1901年 因年代久远 两体袖拙承载力衰减 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桥下近空最低处仅1.9米 场地狭小 周边小区密集 人车流量极大 环境极其复杂 为确保铁路行车和桥下交通安全 中铁十四局创新采用一体式换梁施工工艺 设计制作先进智能工装 利用BIM建模等技术手段 提高功效近一倍 确保旧梁拆除 新梁更换施工精准无误 为老陆翻新提供了科学新方案 2018年1月12日 京户县燕城北至渔城区间 果林中桥换梁工程如期完工 在不影响列车通行的前提下 完成国内繁忙干线最大规模的一次性铁路换梁施工 让运行60余年的桥梁被成功更换 京户县属繁忙干线 平均每5分钟就有一辆列车经过 果林中桥始建于1958年 因既有两体病害严重 设备陈旧 该区断列车降速运行 为消除安全隐患 满足提速重载要求 中铁十四局在全国首次使用 既有铁路运营条件下 更换派梁施工工艺 确保列车以时速45公里的限速 在便梁上安全通过的情况下 将原有的六孔哈梁一次性更换为六孔铜梁 完成了当时国内最大规模的 一次性铁路换梁施工任务 随后 线路经逐级提速 恢复至时速160公里的运行速度 2019年12月31日 交济客专 郊州北至高密间铁路桥 被以超线车辆撞击 中铁十四局第一时间组织人员 机械设备赶赴现场 对受损桥梁抢险加固 2020年 他们对桥梁进行一次性整体更换 让封锁时间由传统施工所需的 50多个小时 压缩到5.5个小时 彻底消除安全隐患 开创了国内双线铁路曲线段 换梁施工先河 330分钟的神速换桥火爆全网 一夜间 家门前的桥就被掉了个包 话题冲上热搜 1.8亿的阅读量 让基建狂魔疯狂圈粉 其实这些对于桥梁医生们来说 实属基本操作 中铁十四局先后完成了 早林铁路东二环中桥 交新铁路凤凰桥 蓝烟铁路接关亭中桥 等换梁施工任务 攻克了国内首次旧线32米 替梁整孔更换 千分之八坡度线路上的桥梁更换 等施工难题 累计获得信用评价加分6.1分 多次获表彰 在感叹中国基建技术强大的同时 大多数人都没注意到 为什么太航号会首先应用在 硕黄铁路上 据小编了解 硕黄铁路是我国西煤东运第二大通道 黄华港是国内最大的煤炭下水港 截至目前已累计运输煤炭超过44亿吨 硕黄铁路西起进北高原 东达渤海之滨 自西向东线路落差达1533米 因受地理因素影响 铁路线呈现出小半径弯道多 长大桥碎多 大坡道多 设备养护难 列车操纵难 施工管理难的三多三难特点 2万吨重载列车编组216辆车体 在长大下坡区段运行时 车头与车尾的高差可达30米 相当于10层楼的高度 面对如此复杂的开行条件 硕黄铁路积极与湿 世界先进重载铁路进行对标 组织开展了列入国家高技术研究 发展863计划 国家科技部 十二五国家科技发展计划支撑课题 等技术研究 在国内率先掌握了 30吨轴重重载列车成套技术 重载列车移动闭塞等 关键技术专利 自主研发了2万吨重载综合检测机车和集成钢轨碳商 路机倒床 红外轴温探测等11个检测系统的世界首列重载铁路综合检测车等科技设备 完成了2万吨重载列车批量开行运输能力升级 使当初设计运能8000万吨的硕黄铁路 跃然成为年运量超3亿吨的能源运输主动脉 硕黄铁路作为我国仅有的两条规模化 常态化开行2万吨重载列车的重载货运铁路之一 目前日均开行33列 在运输结构中占比33.8% 在完成运输任务中占比53% 为集团能源保工一体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3年5月24日 国内首创的重载铁路基础设施智能运维技术 在硕黄铁路发布 引领我国传统重载铁路 进一步向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有力提高我国重载铁路基础设施运维水平和国际影响力 在国际上首次研究基于移动闭塞的重载铁路列车 自动驾驶核心技术 通过增加移动闭塞车载北斗设备 并对既有CTC连锁系统进行软件升级 完善优化行车曲线 实现自动定速巡航 长大下坡自动冲排风 近战自动精确停车等功能 最终实现自动驾驶填补了国内重载铁路 ATO自动驾驶领域的空白 2023年6月2日 随着一声汽笛响起 一列长达2.6公里的钢铁长龙 快速驶入硕黄华港站 并精准停靠在指定位置 至此国家能源集团硕黄铁路 2万吨重载列车自动驾驶 顺利完成东段线路试验 标志着我国重载自动驾驶列车 正式迈入全自主时代 截至目前 硕黄铁路公司获得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2项 省部级科技类奖项29项 拥有国家级授权专利282项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后大家一定不要忘记点赞加订阅哦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